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诗人对佛法有很多的误解 佛法到中国以前多年 然后呢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也有很多的误解 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对佛法有很多的误解 佛教说要远离家乡 远离父母 这时候觉得这些佛教是很冷漠的 佛教徒都是很冷漠的 然后佛教徒都是没有人亲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佛教徒为什么要远离家乡 为什么要远离父母呢 就是要就是因为为了更好的帮助他们 为了更好的这个利益他们 所以我要去求学 求学 所以我要去这个意志善知识 然后呢我们再回来 帮助更多的这个终生 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一辈子就是跟父母 跟家人一期 从来都没有去医治善知识的话 那就是最后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 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利益 如果暂时远离了去寻找了这个寻找解脱的奴 这样子的话暂时离开了 比如说有些儿女就不听父母的话 就去出嫁 去出嫁 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也不理解 这个对社会对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看法 但是如果真正他想去出嫁修心度终生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应该有议论的 暂时 暂时这种做法 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不对 因为他有很多责任 有很多家庭的责任 社会的责任 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种套皮 但是如果真的他是像这个度终生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暂时放弃了 但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放弃 他会学会修好 修好了以后 他一定会更好的帮助他们 如果一辈子不求学 不求求这个解脱到跟他们在一起的话 这个表面上做得好 我们诗人觉得这个很好的 但是其实这样子以后 最后谁也帮不了谁 谁也帮不了谁 所以这个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有一些个别的情况 比如说有些人他不是因为发菩提心 要度终生而出家 只是因为不愿意面对现实 逃避现实 这样子出家的 这肯定是也不能排除的 不能排除也会存在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不是所有都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我暂时离开了 这个离开的时候 父母家人都会很伤心 都会很难过的 但是只能这样子 这个难过 在最后我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来解决他们 彻底的解决他们的问题 如果我不离开的话 暂时他们不难过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帮助这些人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样子的话 这是最终还是感觉到自恩自徽 如果我们不去以至善知识 不学习不修心 这样子最后还是一无所有 感谢观看 这个缓解决 体缓解决 我们つ不起 开始 行